技術研發還要時間 但是發現我們公司做了30幾年輕氧氣 所以是直接從台灣購買技術 到日本去做生產製造 日本他們要求吸露型的氣體 不能是單一的氣體 一定要搭配氧氣 才不會有缺氧的可能性 仿冒的輕氧機也很多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它不控制好的話 就很容易會造成我們剛才講的爆炸的疑慮 是木村的醫師開始將我們的設備 導入到了醫院裡面做使用 為了讓我們的設備 是可以安全的讓人體使用 做了無毒性檢測 包括說抗發炎的實驗 包括說在日本做了4年的人體臨床實驗 那它的成果是相當的好 除了醫療院所使用的大型輕氧機外 泰田水素工坊同時也開發了 適合家庭使用的小型輕氧機 輕鎂養生機 輕鎂養生機跟醫療院所大型機型相同 一樣是以吸入氫氣的方式 來綜合體內的自由機 我從容宿輕氧機的時代 剛剛會有體力 會有精神 這樣很有效果的 每天輸 一天同時就要輸兩小時 就輸一小時 等於核心檢測四季就對了 每一次人都一樣 一直講到現在是0.29 輸這台輕氧機 我覺得心情很好 重點就是說愛會怕會走 所以說今天這台輕氧機 可以幫忙我一會有體力 對不對 快速 讓我精神得更好 這樣 在我們入場生活中 氧氣判隨著我們 但是相對的 會參雜著一些中間的產物 那就是自由機 輕氣會有一種功能 它會保留好的自由機 它也可以中和槍機 雅硝酸機 這兩個非常多的自由機 我們的身體沒有辦法 助行清除 清氣可以中和它 那一般的氧氣機 它是需要經過醫生的指示下做使用 假如一般民眾使用 純氧機的話 其實會造成他們身體的過氧化 反而會造成更多的自由機產生 那市面上還有販售一些純氫機 這些純氫機 只提供純氫器讓人做使用 那可能會造成缺氧的可能性 那我們的氧氧機呢 它的氧氧比例是調整好的 那適當的氫氣與氧氣 可以維持我們人體的健康 它是安全沒有副作用的 所以在家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自行的操作使用 望阿姨爸爸 將來當天很冷 你才會回家回家 包括我媽媽 還是我在叫他 都不認識 我會在叫阿公 他也不認識 我做一台氧氧機 回來讓我爸爸使用看看 輸兩天造油 齊姬來了 買便宿 會跟我們太太說 她買化妝術了 一兩天造油 到樓下看她的電視 她跟她說我也不相信 我說哪有哪有 那厲害 我們知道這樣來 就差不多高雄的正常了 趕快來電訂購 馬上就撥打 雲八零零零零零零零六六六 前二十名來電 還送你精美好禮喔 灘述颱風席捲台東 不但掀起了強浪 南嶼這邊更是刮起了 十七級的強陣風 全島有1400多戶是大停電 路面積水都變成了小河 屋頂水塔更是被強風 都吹倒在地了 而在台东的富岗渔港 则是出现了有上百斤的巨石 被推打上岸 覆盖了渔港的工程平台 另外有700棵的香蕉树 也遭到了吹断 农民损失惨重 水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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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参数台风 暴风圈 横扫蓝雨 刮起17级的强震风 陆树电线杆都被吹歪 倾倒在地 甚至连高大的水塔也应声到地 蓝雨民众被参数的威力吓到 直呼很久没见到这样的风雨 路面积水宛如小河 民众发出惊呼画面惊陷 由于风势过墙 造成蓝雨电缆断线 春岛在11号万间大停电 陷入一片黑暗民众措手不及 估计有1437户受到影响 墙光直吹铁皮发出巨像 绿岛同样出现暴风雨 船只纷纷进港 躲逼台风黑暗的路上恐一人 台东则出现时即强震风 一颗十年薄树被吹到 差点压到一旁的小黑狗 说要参数台风影响大浪 不停席卷台东海岸 甚至把上百公斤的巨石 给冲上岸 宛如西瓜大小的石头 布满防波堤 将富岗渝港的施工平台 整个覆盖 民众怨声连连 他们施工顺序错误 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海浪 所以渔民觉得很无奈 全倒了怎么办 700颗香蕉树被 强风蓝腰折断倾倒在地 金黄色的香蕉也散落地面 参数暴风狂鲜 导致位于立即大桥的这片香蕉树 整片导光浓民五胶可收 看到心血全都泡水 浇农不停呼喊 相当无奈 参数台风很早台东 为当地带来惨重灾情 记者台东综合报道 而参数台风逼近 日本冲绳石渊岛 已经开始出现强风了 今天所有航班和船运 是全面停驶的 日本气象专家更警告 参数虽然规模不大 但结构扎实 当台风中心靠近的时候 会突然刮起了猛烈风雨 有可能会导致大体点 中台算数毕竟 位在花莲东方距离台湾 只有270公里远的冲绳石渊岛 已经开始刮起猛烈的风雨 几乎快让人看不见路 能见度似乎只有数公尺 日本网友也拍到 户外雨水大道上用罐的 地板整个被剑湿 阳台上晒的衣服也随风乱飞 几乎快被吹走 昨天白天 石渊岛风浪已经明显变大 树木剧烈摇晃 渔民忙着将船固定好 商家也陆续关闭 海空交通全面停驶 日本估计石渊岛八重山 跟雨纳国岛将会出现 10公尺高巨浪 这三地现在全程戒备中 日本预测 参数靠近台湾东部时 最大瞬间风速 每秒可达70公尺 当瞬间风速超过60公尺 就可以吹掉看板和屋顶 让树木跟电线杆折断 汽车翻覆 像是2015年的杜鹃台风 横扫冲绳时 就有许多电线杆都被拦腰折断 还有木造房屋 整个被吹到只剩支架 惨不忍睹 因此日本专家警告 要做好停电准备 手机要先充保电 备用电池跟手电筒不可少 记者综合报道 消肿之样 利尤金 更贴近母乳的美强生纯瑞三 含MFGM 乳脂黄金膜 与A2蛋白 给宝宝最像我的营养和保护 同时 让我自由地做我自己 美强生纯瑞三 瞬间提神 利尤金 人的身体啊 就好比这个菜园 有许多小毛病 平常连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都藏在你看不到 也感觉不到的地方 还好那一天啊 有去做大肠癌筛检 就好像抓虫一样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 渐健康康 政府补助 50至74岁民众 每两年 做一次大肠癌筛检 一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做什么 指挥中心里 当每一声灵响响起 派遣员会抢在最短的时间内 判断报案资讯 让救灾救护人员 迅速出情 电话线上 拳着一条条的生命 你从未见过的身影 却是救命的身影 救护从零响开始 干嘛那么烦恼 你家墙壁掉漆啊 你家才掉漆啊 我是在烦恼 有报税啦 那就加入公益出租人计划啊 税金有优惠 还能做公益 还有综合所得税 可享每屋每月最高 一万五千元的免税额度 房屋税税率降为1.2% 地价税税率只要千分之二 公益出租人 用好房做好事 地价心脑头不痛 白花油 被文车咬一口 不怕中 啦啦啦啦 玩影白花油 顺姐 我想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小秘密 一个只有我跟你 才可以知道的小秘密 我不结婚呢 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可以真正在一起 不然 我们一起吧 一起 在一起吧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的十点 五周生意金展花 叶黄素大人情歌 好像好多地方的风雨增强 在宜兰县这边呢 瞬间最大阵风 出现了有七级的最大阵风 有商店的招牌 就直接被吹垮了 新闻最后也带您关心 更多台风的最新资讯 请您锁定带立钢的气象时间 我是肖惠文 我们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视新闻台 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 一七零零整点新闻 首先就带您来掌握参数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它目前位置是在这个东北东方海面上 暴风圈还是笼罩在南头台中以北 以及东北部东部陆地 北部以及东北部的风雨 还在持续当中 哪些地方更要加强戒备 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带立钢 好的 在现在已经进入傍晚的这个时刻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风跟雨的感受上 在台北地区的朋友 或新北地区的朋友 前两个小时你会有感觉 你会发现到你家附近的一些树岛了 你发现到你家附近一些 锁得不紧的招牌 或者一些招牌布可能掉落了 因为刚刚的阵风来说 大约有在7级左右的阵风 但目前的台风的中心位置 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的海面上 约是在已经11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来看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是白沙湾的即时影像 白沙湾的海边架设了一台摄影机 我们从这台摄影机来看看 现在目前北部海面的海况的状况 海上的风浪来说 远方都有白浪花 这就涌浪出现了 白浪花的出现 你可以看到到达了海岸线旁边的时候 树可以摇晃得很厉害 表示阵风的部分是明显的偏强 浪花的波段的频率来说 是非常的频繁 表示说台风的外围的 对墙的云带 跟整个墙的涌浪开始出现之下 使得近海的部分的 整个的浪来说是非常的高 你现在晚上天要黑之时 没事千万别跑到海边去 因为海浪比较高会有危险性 第二个钓鱼的朋友 请你今晚再忍一忍 等到明天晚上的时候 台风更远离风浪变得更平静 再去钓鱼会比较安全 目前及时的白沙湾影像 给大家欣赏一下 看看目前海边的风浪有多大 那么再来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雷达了 台风移动的速度还蛮稳定的 朝着一个比较偏北的方向走 在昨天的时候 它在我们蓝宇的东方的海面 逐渐往北移动 进入到台东附近之后 因为高压略微减弱 所以它就有一点点往的东偏过去了 这么一偏才50公里的距离 但是这么一偏对我们陆地的影响 差别可就非常的明显 台风的中心如果以这东京 122度往北走的话 它会触碰到我们的东北角陆地 甚至接近到宜兰的陆地 但是因为往东偏移之后 在今天的凌晨到天亮之前 往东这么一偏 使得台风的中心 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的时候 离我们最近就在东北角的外海 约50公里左右 逐渐的往北走 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心位置 已经通过了彭家与东方的海面 正在往北的方向移动 而且移动速度 你看我刚刚的箭头 你有没有看 移动的速度还真的蛮快的 整个来说现在目前的话 台风已经正在逐渐的远离 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外海有些对流云带会进入 我们看到有些云层 这个云层的量来说 这边已经不多了 刚刚苗栗这边下了多一点 现在这条带状的云层进来 我要提醒特别注意 就这条 这条带状的云层进来的地点 目前是进入桃园 所以桃园的山区的部分 像石门水库的上游的部分 新竹的山区的部分 现在这条带状的云带 正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 降雨状况 大概持续时间有40到1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提醒山区的朋友要注意 海边的雨量的部分 现在在桃园的海边 大圆海边的雨量 也已经明显属于一个增大的状况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就在于说 现在整个台风的系统来说 正在逐渐的往北的方向移动 对于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特别留意的就在于说 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注意的就是 刚台风逐渐往北走之后 水汽的发展 跟包含了整个风场的部分 正在开始逐渐的改变 说到水汽 来看雨量的部分 我们从雨量图上 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整个降雨的状况来说 在目前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山区比较偏多 另外就是在哪里 在新竹的山区跟桃园的山区 还有一个就在苗栗的山区 相对的是比较明显 所以可以看到的 整个强降雨的现象来说 现在目前都落在了 西北地区的山区的部分 东台湾地区的宜兰 花莲到台东 雨的部分都已经逐渐的 缓和下来 而整体的整个强降雨的现象来说 现在目前是在桃园这边 正有水汽带进来 这个水汽波段 大概差不多进到了 石门水库的山区部分 北横的山区部分 这雨大概会落在山区的部分 会比较明显一些 接着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今年第14号台风 你可以看到台风眼清晰可见 很稳定的速度 因为导引流明显 导引流就这个地方 这个就太平洋高压 高压的导引流非常的明显 使得它快速的往北的方向移动 我们来看看 目前的资料上面来看的话 就可以注意到 它现在的这位置 已经到达了台北的东北 东方约100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的走的速度来说 会以每小时28公里 转17公里的速度前进 中西风速 有没有看到没减弱 为什么 因为实际风的暴风半径 全部都在海面上通过 所以中西的部分 对它的整个地形 没有什么造成严重的破坏 所以中西风速 仍然保持着45公尺的 每秒45公尺的速度 在这个前进当中 现在的整体的 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 在未来将会逐渐的 通过了彭嘉宇 在今天晚上 到了午夜以后 我们的暴风圈 有没有看到 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暴风圈已经开始 逐渐的脱离了台中以南 跟花林以南地区了 也就是说大概8点钟以后 暴风圈会逐渐的 到达了新竹跟宜兰 再来晚上11点半之前的时候 暴风圈应该都有机会 脱离北台湾陆地 所以午夜之前 这个台风的系统来说 对于我们的影响层面来说 将会逐渐的再减少 但天气状况来说 要特别注意的话 我们来看几个资料 先来注意到风力好了 外面的话风还是蛮大的 现在特别留意的是彭嘉宇 这里的阵风有到12级 蓝宇的阵风还蛮大的 目前还有在11级的 10级阵风 安部车站也是在10级 另外台中午7有没有看到 之前我提醒大家海边的部分 桃园的新屋海边部分 都是在7级的阵风 目前在中南部 还有包含了台南的永康 现在也已经在有6级到7级的阵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阵风来说都是比较偏大 台北市区刚刚吹的是6级的阵风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 这近几年因为没有台风的接近 所以有些路数本来是树根的部分 就不够扎实 所以风这么一吹 有些树可能就已经有 这样子倒下来的状况出现了 那雨量的部分 我们来看近一个小时的 哪里的雨量快速累积 刚刚大家记得吧 我刚在雷达上面告诉大家说 有外海对流进来 有没有看到 新竹五峰国桥 五峰乡区 现在的雨量 每小时的实雨量 可是到了30毫米的降雨状况 这雨可是蛮大的 那我们从现在这个时候的观测资料上 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搞到新竹 目前看起来的话 新竹的资料的话 还是要注意 苗栗这里倒是上来了 苗栗泰安的这边的 已经到了161.5了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种台风的带进来的 强对流云层 它通常一般来说 只要这个对流带 持续打入同一个点的话 它的雨量就会有 快速累积的状况 像你看像晴天刚162 然后竹子湖这边到163 这都是因为外海的强对流云层 进入而造成一个墙的降雨状况 瞬间的出现 所以吸水的部分 都会有一个暴涨的情形 我们接着来看到 这张色调墙画的云图 云图上面看到台风眼清晰可见 现在这时候已经开始离开 而且时间已经进入到了 傍晚的现在5点08分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 当台风已经逐渐的 要远离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到了6点钟以后 开始就是另外一个分界时间点 因为暴风却要逐渐离开 风雨的状况开始缓和下来 台东地区的焚风状况 现在也已经没有了 因为最主要 风向已经开始改变了 渐渐的已经变成偏西风吹进来了 再来就是要注意的 南边的水汽带也随着它 你看没有 这边的墙对流已经开始 逐渐在消散 接着云层就会随着 整个台风的云带 逐渐的往北走 南边还是有些偏西南风 在明天会吹进来 所以南台湾的朋友 就会注意到 仍然有些零星的 震雨状况会出现 主要偏向于中午以后的 热力作用的状况 会比较明显一些 不过整体的天气来说 大家现在开始关心 下礼拜要中秋节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中秋节的 未来的整个天气 以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 在北部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明天的时候云层多 礼拜三以后开始 午后震雨的状况 到礼拜五会有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天气开始好转 接着中部地区的朋友 好转可以做什么